中文演员的朋友 杨幂与唐国强 张凯丽等一众明星一同出席了广电座谈会 在这次活动中 36岁的杨幂在合照中格外引人注目 她扎着马尾 身穿简单的白衬衫 整个人看起来非常干练 这种简单而又干练的形象 无疑让杨幂在众多明星中脱颖而出 在这次座谈会上 老戏谷张凯丽 唐国强等人都共同出席 同时 年轻一代的优秀演员代表杨幂和王一博也参加了会议 尽管杨幂和王一博作为青年演员的优秀代表出席 但在合影时 他们并没有站在最显眼的C位 而是选择了相对边缘和后排的位置 这一行为显示出他们的谦逊合十大体 也体现了他们的素质和敬业精神 注意到了两人的穿搭 发现他们都很平民化 没有穿着名牌或奢侈品 尽管杨幂和王一博当天的着装都非常普通 但由于他们出众的颜值 依然在人群中十分引人注目 杨幂选择了一件白色上衣搭配黑色打底裤 发型则是简单的马尾变 整体造型看起来舒适而大气 这种简单而不失时尚感的打扮 无疑让杨幂在座谈会上更加吸引人的目光 网友扒出这次座谈会 杨幂穿的心中是上衣四百多元 杨幂这次参会不仅是青年演员代表这一个身份 他还担任了中广联合会演员委员会常务理事一职 他在会议发言 作为演员 应该自觉抵制天价片酬 阴阳合同 偷逃税 要堂堂正正做人 轻轻白白做事 对于杨幂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有些网友表示质疑 认为他可能是在说违心话 因为在过去的片酬整治中 杨幂作为知名女演员是第一批被整治的 有人甚至吐槽说 杨幂在会议上这样发言 可能是因为他现在接的戏越来越少了 然而 关于当年的片酬问题已经成为过去 杨幂在参加此次会议后 肯定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行为 避免做出与自己发言不服的事情 以免损害自己的形象 公所心欲 这部剧将杨幂身份提升到一线女明星 从此以后他的片酬就越来越高 在最火爆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 杨幂的片酬也出奇地高 他一共有近六十集 如果根据网上爆出的来算 杨幂一集的片酬是五十万左右 那么整部剧他可以拿到高达三千万的片酬 还有其他演员 像孙力他在《甄嬛传》里的片酬 据统计 这部剧一共有七十六集 孙力一集能拿到三十万 一共的片酬就是两千多万 拍完《甄嬛传》以后 孙力已经成为了一线明星 随后他又出演了古装剧《芈月传》 再次爆红 在《芈月传》中 他的片酬达到了七十万一集 整部剧下来 拿到了六千多万的片酬 在《那年花开月正元》 这部剧中 的片酬更是达到了每集一百二十万 这部剧一共有七十四集 因此他的总片酬 更是高达近九千万 周冬雨在《七月与安生》中的表现 深受观众喜爱 据说他的片酬达到了八千万 这部影片也让他凭借其精湛的演技 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而在后来的《幕后之王》中 周冬雨的片酬 据说更是达到了一亿多 对于网红明星的天价片酬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 因为我从来真的都没觉得中国的明星算真正的明星 因为明星除了有钱之外啊 我认为国际上的大牌明星 他们都是有爱心的 有国家民族责任感的人 我们的明星有几个是这样的 我们的明星有了钱呢 就是着着实实的自己做了大款